週末的午後 中央公園及新絕江周邊商圈熱鬧滾滾 民眾利用年前的假日採購物資 市長陳其邁來到現場 向攤商和民眾們拜早年 他心醒樂見商圈文化轉型為族群融合 我們金發局從今年開始 針對商圈的活動 補助經費從400萬提高到1000萬 那我們也著眼說 各商圈中長期的一個發展跟轉型 希望能夠結合更多的整個公共建設 今年的中央公園商圈首次推出台港市集 烘托出農農年位 陳市長邀請旅居高雄的香港朋友 一起過好年 讓更多的市民能夠了解 那也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觀光客 能夠來到我們現在很多的傳統商圈 因為傳統商圈畢竟還是跟電商不一樣 尤其在高雄 更有深厚的人情味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特色 或者是一些活動 那你沒有辦法取代 那就還是要來到商圈會比較好 旺市集有好吃好玩 市政府同時提醒民眾防疫措施也要做好 才能真正享受過好年的樂趣 記者新縣中高雄報導